馬尾娜,你又在做甚麼 上了玩嗎 看看是否買票 這麼巧嗎 我怎麼也要碰到你 證明我們有緣 你又是想看這部電影嗎 你又是嗎 當然,我們不僅有緣,直到有份 這部電影這麼難滿 只有這間戲院自有照 遇到有多奇怪 來吧,你不要經常 強行否定我們之間有緣的事實 神經病,不然理你 這部連盜催淚之宅 真是有催淚 最後一個女生吃了一頂花 你們倆有沒有哭得到呢 當然有,我沒那麼感人 其實這部電影有很多地方才會回味 不如我們找個地方,聊一聊這部電影 好啊,不過浪費聊天就沒有客人了 原來吃淚花都會為男主角死而自殺 但女主角竟然不知道 是男主角不想讓女主角知道 為何這個男主角會這麼傻 就是因為男主角只想默默地守護女主角 如果那個男主角是我的話 其實我也會這樣做 重點… 馬尾兩,你又怎麼了? 我… 你們到了沒有? 還在休息,不來嗎? 好吧,那我自己吃吧 好,再見 一個人 老闆娘,我們今天晚上八點關山一位 好,待會,現在收拾桌子 很快就可以了 謝謝 老闆娘,我也一位 你有訂桌子嗎? 沒有 對不起,今天比較空氣 所以要等久一點 不如這樣,你替我搭桌子吧 行嗎?老闆娘 可以,而且今晚的二人餐有十氣餐 我進去看看桌子收拾好了嗎? 謝謝 吃飯而已,不用想太多東西 只吃飯? 沒有下文嘛,就行了 我每次只是想逛街看電影吃飯 怎麼會弄成這樣? 怎麼會弄成這樣? 早安,煮你最喜歡吃的火腿 好熱 放出去,走啊 走… 是不是肚子餓了? 早餐是為你準備好了 你最喜歡吃的火腿鎮裂 鎮裂 是我錯,是我給你錯的訊號 給你錯的訊號? 原來你不喜歡吃火腿鎮裂嗎? 我不是趕早餐 什麼? 我不是趕我和你 我和你更加… 什麼?這麼多次更加沒有錯,是嗎? 如果那次我不是在小巴接受了 你的紙巾 事情就不會弄成這樣 我們就不會一錯再錯 根本就沒錯,你…你口裡說不 你身體卻坦誠實 你不可以埋藏 要聆聽自己的內心 其實當我有渴求 我沒有渴求 你有,其實…愛情是沒有對於醋的 不如你嘗試接受一下自己 其實對我有感覺 好嗎?你接受一下吧 接受不了,我不會接受你 你走吧… 你走吧 又走? 你…怎麼樣?你別走 你走… 你不要拍門,我不會敲門給你的 我穿了衣服,為什麼這次沒有拍門? 不用看了,穿了衣服,走了 穿了衣服? 你們倆每次都這樣玩 我也見怪不怪 我和他沒事的 沒事? 他似乎幾乎都光脫脫被你趕出來 但又沒發脾氣 還懂得在校樓梯準備好衣服 換好才走 也算如此,你們倆真的懂得搞情趣 什麼? 那你也要想想我的感受 難道我每次穿了衣服回家嗎? 被人拘捕 就是說你每次上身來我家都要想… 什麼? 不是嗎? 拜託你以後不要再有這種想法 拜託你不要強迫自己 控制自己的澎湃感情 明明我們之間是互相吸引的 閉嘴,我們一點吸引力都沒有 那你怎麼解釋 為什麼我們每次見面最後都… 什麼?明明你是空虛,你寂寞 你以為你是需要我的 夠了,我和你一點關係都沒有 連朋友都不是 你怎麼走?每次不夠人說就走 你心虛嗎? 陳寶圖在新威龍廣場的宣傳計劃 搞得怎麼樣? 這個計劃我們已經做好了 大師姐,請去看看 拜託你不要強迫 控制自己這麼澎湃的感情 明明我們之間是互相吸引的 明明你是空虛,你寂寞 你以為你是需要我的 你還要做些無謂的事 你幹什麼? 不好意思,我不想喝杯咖啡而已 杯咖啡是送總監賣給我的 你以為是你的? 不好意思,大師姐 我一會兒買給你吧 你買到送總監的心意給我嗎? 你這個人根本不在 你又什麼魂了?馬美娜 對不起,大師姐 這個項目的第一部分是你做的嗎? 錯誤八出,聽我說你 對不起,大師姐,我改一下吧 我給你半小時的時間 三點半,你再回來 交份好無好樣的計劃給我 知道… 好嗎? 好,藥宿留下來,我有另一個計劃要 你整天早上都心不在焉 你發生什麼事?是不是那個P先生? 別看這個人了 其實我也不想看,但是有一次下班 我看到你和Peter一起去戲院走出來 你們兩個是不是在結婚? 不是,剛巧遇到而已 我先回去做吧 死人關不得,又留下我被大小姐罵 為什麼呢?我明明很討厭他 但是每次看到面都會和他背著 馬美娜,你發什麼神經? 想什麼都入神了,你在想著我 又是你? 又是我,這麼巧合的 你跟蹤我嗎? 不是,這個是Destiny 證明我們不僅有緣,還有睡覺 是你不相信而已 馬姐,Destiny得罪你嗎?沒事吧? 沒事 明白的,剛才跟大小姐開業會,還好嗎? 沒事,撐得住 找些姐妹,Davy姐,剩下,沒事吧 他們不是拍拖,就是工作 哪有空來我,放心,發肆完沒事了 很明顯沒事 Peter哥,馬姐不開心,帶我姐妹陪 我連你的年輕人阿Kim也收買了 我看你還怎麼死 文師傅 不開心就…原來你不是去吃東西 而是去打書釘的 那我今晚去雲哩地方就一定碰到你 馬美娜,你跑不出我的五指山 謝謝 芝麻糊是不能夠沒有湯圓的 你也會這樣吃吧 當然了,湯圓和芝麻糊是天生一對的 請你吃吧 來,給你一點芝麻糊 別餵了,我分享這些湯圓給你 別這麼自私,給我吃芝麻糊 對呀,接下來的老粒又出新書了 山腳下的戀人 Facebook也預告了,還有簽書會 那我們… 我自己去 Hello,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一條的頻道 Like這條片,按一下小鈴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 我教你化了 我看這個